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 这是今天随便吃一点的成绩 粽海海鲜牛扒自助 好多人私信我 我并不是不去 只是说我上次去了 人喜北多 所以我今天专门挑了个工作日 去看一探 到底是怎么样的 就你们锅底就是 方茄 麻辣 和清汤 对 就是三种是吧 首先从环境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他们家的环境是偏一般 然后菜品的种类上来说 我觉得并不是很丰富 而且很多东西其实是有点难看上的 就这两个虾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能接受 这个也可以接受 肥牛也还能接受 但是像其他的海鲜类的 包括一些生蚝什么的 我就没有拿 就它的尺寸就特别小 鱿鱼的话 这个也不是很新鲜 然后剩的可能就是这点乱七八糟的 他们家以前叫华人五洲吗 就我记得客村应该还有一家华人五洲 金鲜鱼 其实很多人会问 像这种店 跟一些比较高级一点的支度舱店的 金鲜鱼的区别是什么 就我能给你说的 金鲜鱼它还有分等级 EA 2A 3A 4A 甚至还有B级 就是华人级的A类B类 都是可以做自身 C类跟D类就不行 鸡排 牛排 鸡翅 就按它这几块的手势来说的话 我觉得比很多外面的快舱店 就甚至它的肉类的口感 还不如外面的 就特别是那块鸡排 我觉得很普通的鸡排 都不至于到这样 先领一下网络上边整个视频 首先肯定的是 它这个虾的大小 其算还可以 说白了就是冻白虾 aloud 罗氏虾这个的话就算起义还行 但它就是罗氏虾是比普通白虾要更怕肉质不新鲜 因为它一不新鲜它的肉质就很散 很多其实在剥割的时候就很明显感觉到它不新鲜 就它的壳已经是软了 猪肉滑 它这一个那里标注的是猪肉滑 但实际吃的看来说的话应该是虾滑鱼 鱿鱼圈 鱼圈子 腱子 它的肥牛卷还有包装的 我查了一下完全查不到这个牌子 这个肥牛不是因为好吃啊 它纯粹是因为拿太多了 所以我本来以为至少是有牌子的 应该差不多拿去 没有预付中的好 刺身 它的这个刺身应该是那种假的 毛肚 鸭肠 我们去看一下还有什么好吃的 三文鱼 没啥问题啊就三文鱼 蛋糕 蛋糕 芒果布丁 有一说一 他们家的话我觉得黄金是一般的 而且部分卫生没有做得很好 就包括什么仓块啊之类的上面的屋后有些还挺多的 然后还有一点小床子 足够还行吧就会比较勤快一点 然后出品我觉得他们家就是只值99这个价格 甚至我可能还会觉得99有点偏高 肯定会有人又想说99还想怎么样 这东西我跟你说 反正我预估可能没有达到百分之百 但是至少18 90 凭我吃的比你多 凭我 知道整个工营店 凭我用消费者的视角去看待这一切 这就是为什么我能比较准确的预估一些店的一些价格 就你去回看北尾22度 现在的价格跟我自己预过价格 是不是就那样 因为像这一类的品质 广州其实还有很多像70块钱80块钱 也类似差不多这样就是可能少了一点什么东西而已 他们这家店往后推的话 有可能会涨价到118之类的 我觉得很难 那99这价格他们这一家的话有壮美 我觉得如果没有营销号 他们这家店肯定是会有壮的 但是如果有营销号的话 减去营销号抽的那个点数 他们家我觉得顶多也就是打平的样子 然后你们看我的视频下面的地址 你们通过我那个地址买跟我没任何关系 那个地址只是对我朗不想去回顾你们那么多地址的问题 你们买再多都跟我没关系 因为我没有加入任何的组织 好了886